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最近才发现在39大道那边有一家美食广场 很少走到那边去觅食 所以一直不知道那边竟然也有一个吃货天地 据网上说这个美食广场是在2016年年底开幕的 而且跟新世界美食广场仅一个街区之遥 为什么我很少听说呢 而新世界美食广场却是如雷贯耳 这家美食广场就跟那个著名的蛋糕连锁店 巴黎贝田是同一栋的 这里叫做飞越皇后美食广场 进去探个究竟 先到地下楼看看 这个是仿世界名画 但是它是什么功能不清楚 这里面怎么这么冷清啊 从这个楼梯上去好了 跟法拉圣其他美食广场不同的是 这个广场它的装潢时尚创新 空间温馨雅致 环境简洁舒适 并且是专以日式跟韩式美食为主 但是它还是有例外 像这家是台湾美食台北夯 它跟罗斯福大道那家不太一样 它着重的是各种麻辣烫 这家是日本式的冰淇淋店 看起来它们的冰淇淋还颇具巧思 那么这家卖的是什么呢 不清楚 只听店员说虽然照片看起来颜值差 但吃起来很好吃 圆煮嫩豆腐 这是一家韩国餐厅 好像这家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咖啡店 这边正在装修中 不知道哪家店会住进来 这间是炸鸡店 又有一家功夫茶 这家好像处处可见 由这里进去就通到巴黎贝田面包店 这家里的家里面包店 哇 他们大厅的灯饰设计非常独特 逛了一圈之后 还是回到了这家 叫圆煮嫩豆腐的韩国餐厅 照片中的海鲜豆腐堡 似乎看起来很美味 价钱算是最便宜的 12块钱 结果一上菜令人大失所望 虽然跟上次一样 我没有加辣 比这看起来有差 但是它的尺寸缩水了 就只能塞塞牙缝而已 不过那倒是热腾腾的 都有发 그래요 如果大家看起来会啊 1800桩 3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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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桩 4桩 5桩 5桩 6桩 5桩 6桩 洗衛 6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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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桩 8桩 用完餐之后 我只能说 现代商业的趋势就是装饰布置 月趋现代时尚 价钱日趋高涨 但是质量却越来越差 分量也越来越缩水 油后门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户外用餐区 哇 今天风好大 前面这飘啊飘的一条条 就是我那被吹乱的 三千烦恼丝 可见风有多大 再右转就到了 巴黎贝田的这门口 回到缅间那边 稍稍接吧 好 这些鞋子已经过时了 对对对,但是它是金的,它质量好,这个设计很有名字,质量好,这个也很不错,要便宜给你,给你买不来,这个也很好,这个就是放私人肠了,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吗,对对对,对,对,你现在看着看不着啊, 你这是二手的是不是,这是人家带过的,你不知道,这个多少,五块钱,五块钱啊,救货市场什么都卖, 连冷气机也有在卖 很佩服那位姐妹一直在街头传播福音 哇,这是什么乐器啊,看她用尽力气的在吹,好像很难吹的样子 西式万恶之源,这是哪一位智者土肉的真言啊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看,请按赞,留言,分享,还有订阅 请按赞,订阅,康刘 Floyd